你去 你姐 晨晨 你到底发什么疯 最近是不是中邪了 我怎么了我 你们的渣男友 到底跟你说什么 他是不是给你洗脑了呀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说他渣 从头到尾 都是他一个人 在那儿自嗨 我拜托你搞清楚 在发神经 还不是你先勾引他的 我勾引他 他这么跟你说的吗 这若是用得着说嘛 你不是这个男人 就要勾带吗 最佳笑话 我要是想勾引他 还用得到现在吗 是啊 谁都喜欢你 对啊 就是比喜欢你的多 好了好了 就是一家人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你们两个人 一个蠢一个贱 天生一对 你给 你给我搞理事实 我杀了你 胖糖的先脏我的手 放手 吐死了 放手啊 对不起吗 我杀了你 你用了一下 你给美国 你给美国 你干什么 知道吗 你用了一下 你用了一下 你带来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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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我这儿有沙拉 要不要一起来吃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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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大早上的吃什么沙拉呀 吃面包吧 面包有什么好吃的 卡路里这么高 吃个东西你还得算卡路里 活着累不累啊 用得着算嘛 这是常识好不好 某些人天天忙着帮大款 购物逛街 活着到确实不累 吃了胖 胖了简 亲爱的 给点钱花好吗 怎么着 我乐意 我又没问你 我跟你说了吗 所以你到底吃不吃啊 到底吃什么 易董姐 你去哪里 运动啊 你等我一下我也要去 我之前也要特别酸 是时候该好好运动运动 你等我两分钟 我换了衣服马上来 好 我说你俩真是够了 把人家当出气筒吗 非我一起吃饭 我真的想不明白 陈琳姐为什么会 跟那种人在一起啊 明明长得好看 性格开朗 又很会撒娇 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呀 你知不知道 晨晨有个姐姐呢 晨晨姐有姐姐 她姐姐好像是 在英国留学的 还是个高材生 成绩好像很优异 如果今年要是博士 顺利毕业的话 应该是全院最年轻的博士 那她多少岁啊 好像比晨晨大三岁吧 才大三岁而已啊 我听说呀 长得很漂亮 而且个子还高 成绩还好 这么一对比 之前晨晨晨 生活得应该并不轻松的 在家人眼里 只有优秀的姐姐 所以晨晨再怎么努力 也是没有用的 你想 她一直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下 怎么可能有自信呢 是啊 正是因为缺乏自信 所以即使遇到了渣男 也没有办法放手 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晨晨姐真不容易 我还一直以为 她是在很幸福的家庭中 长大的呢 现在是不是觉得 晨晨变成这样 也是情有可原的呀 嗯